小刚接到这个保禄华 Bulova的这个通知啊 有来了这个新的表款 那现在小刚人在这个Pavilion 吉隆坡这个Bukit Jalil 新的Pavilion 现在我们一起去看一下这个新的表款 走 那很多人一提到这个电子表 就觉得这个电子表是小孩子才玩的 那可是如果今天小刚和你分享的是 保禄华Bulova的这个电子表 那这样就不一样了 那如果你懂得欣赏这个Bulova这个品牌 已经证明了你绝对是等闲之辈 就非还等喊记不已 那如果是Bulova的这个电子表 更是有历史有故事的手表 今天这款是最新的这个computron 之前有分享过Aquitron 今天这一款是computron 那说实话 我小刚还是真的第一次真正 把玩这一支表 那还没来之前 我的脑海会觉得 这支表应该没什么 会惊喜到我小刚 毕竟玩了那么多表 拍了那么多表 对不对 可是一到的时候 发现Bulova这个品牌 给出的这支表款 这个价格 竟然不会太高 那玩过了很多类似 这个价位的这个G-SHOT 就打个比方来讲的话 我真的有点让我心动 换换口味去玩玩的这个想法 毕竟这也是有故事有历史的品牌 而且还是全不锈钢的这个材质 完全不会有那种 缩脚的那个廉价感 再加上是一款 这个复刻致敬的这个表款 这个Bulova 那拿上手把玩了之后 有一些心得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Bulova60年代 就出了世界有名的 这个阴差机型 这个叫Aquitron 经常小刚之前都有分享过的 然后到Computron 这个名词 是大概在70到80年代 就已经诞生的 那小刚也说过 那时候是十英万表崛起的那个时代 也称为这个十英的这个危机 百大菲利和劳力士这些 也努力过推出了一些这个十英表 那当中Bulova宝路华 这个品牌是非常成功 打响天下无敌手的一个品牌 听下无敌手 那也是小刚刚刚提到的 有历史这三个字 最让我心动的是这款新的Computron 是和这个DKF这间数码科技品牌合作推出的 那显示时间的这个LED板是绿色发光的 那因为之前的有一些是红色 然后有一些是蓝色的 这款我个人觉得最符合现代时代科技感 因为这个绿色就足以让整支表 有很多的这个科技感 而它这个外形表克的设计 参照回以前那个Computron经典 而且又前卫的这个设计 其实有一点像我个人 如果让我第一眼玩的这个感觉 对我第一个感觉就是有一点像那个小方块 或是一间迷你的这个小物质这样子 那你如果你打开那个玻璃盖 上面摆几个Lego那个乐高的小人物 会不会很特别这样子 那因为很特别这一款是Special Edition 特别版 它的这个前面前顶的这个玻璃 是用了这个透视的这个玻璃 整个电板一路眼帘 科技感真的是满分 另一款普通版的这个Standard Edition 则是配了这个胶带的 那当然特别版的价格会比普通版来的比较高一点 整支表和这个表的钢链都是用了这个全不锈钢 IP杜黑色的其实想讲一讲 当满街都是法拉利蓝宝基尼的时候 突然来了一辆麦凯伦 感觉是不是又不一样了 所以这这一支表了绝对不是小孩子带的表 哈哈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